七点 生一点 老师好 从今天开始 由我和谭诗老师 教授大家基础课程 什么是基础课程 基础课程 就是为了你们今后的学习 提供一些基础理念 与基础知识的课程 请问什么时候才能修行 更高级的法术课程 等你们真正掌握了基础课程 会按照修炼门类的不同 去提升高阶的法术技巧 和斗气运用 不同颜色的晶石相融合 会有不同的功效 例如粉白水晶相融合 它可以治愈伤口 帮助恢复 哇 好神奇 那 这个红的和绿的结合 会出现什么呀 你可以试试 粉白晶石是两种最初级的晶石 对于能量越高的晶石 要想将其控制 并融合 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你们还是从初级的开始练吧 这有什么难的呀 大家看我的 这看似简单 但最能锻炼你们的自然控制力 无论是骑士还是法师 武功的根基要打牢 只有根基牢靠 才能知凡夜貌 硕果累累 真好看 真好看 是挺厉害的 那这能不能变出来吃的呀 真的假的 真的是鱼啊 可以吃的吗 哇 哇 真的假的 哇 这叫什么鱼啊 我东坡雪莹考的鱼 当然是雪鱼了 好了 大家以鱼一镜秋为榜样 多加练习 是 是 心仪枪法是基础 武学是根基 万变不离其宗 师父说得没错 哇 雪莹哥哥好厉害 是 师父 做得很好 这节课在于精准地掌握斗气 做到文准痕 虽然你掌握了基本法的奥义 但是练功的时候 不许分析 是 师父 京秋 师父 师叔 在水源道观我掌你一辈 建了长风学院 你跟大家一样叫我师父吧 是 师父 师父 让开 让开 看着点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对不起 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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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师父 我 我没控制住 你速度很快 要学会控制 你们继续练吧 是 零莹 我陪你练两招 好 枪不是在你手中 枪在你心中 其实 你应该试试 不要去想口诈 把注意力 集中在此刻身体的感受 好 忘掉口诈 果然能受放自如 不要被口诈束缚了 跟随你的心意去出枪 这样才能做到枪人合一 才能发挥出枪 最大的威力 多谢自徒兄指点 指点谈不上 我从小习武 有些东西 比你误得更早一些罢了 是 你能分享这宝贵的经验给我 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我只是不希望有些人 因为练武 错失了晚饭 浦阳波让我给你的 他怎么没来 他说 人吃饱饭 应该赶紧睡觉 是他的作法 你吃得还挺快 早点吃完 继续练 来呗 火热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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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